今日财经为您报道 国内顶尖艺人铺画公司乐天娱乐已成行业翘楚 几独家美妆和素身产品也一时蜂蜜全球 几乎壟断娱乐圈明星同品位代言 而近日传闻乐天娱乐创始人夏童 因感染新型肺炎入院 童姐 刘丽刚从刚刚那回来 给您吃饭 童姐 我没事讲 没事吧 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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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师 快开教育师吧 据可靠消息报道 京都时间2024年9月6日16点23分 座名明星经纪人夏童因病去世 享年32岁 我不是死了吗 1988 难道我 穿血了 我的脸 我的身子 头好痛 姐姐 听说明天的新男官是退伍的军人 就当上了荣美日华厂的车间主任 姐姐嫁过去啊就是主任夫人了 来 妹妹敬你一杯 齐娜你别这么说 你长得这么漂亮 以后一定能找个更好的坡家 姐姐说的是 我长得这么好的 自然是比你更配得上靖家 这么好的坡家 姐妈 靖家是我妈在世的时候 给我订的娃娃亲 女儿已经死了十年了 现在是我妈当人家座主 姐姐 爸爸已经说了 明天由我代替你出嫁 他怎么 你 你做了什么 姐姐 你就安心的去了 你这又老又胖的样子 我这也不什么意思 接下来就由我替你 好好享受人生吧 童夏 原来你是被人害死的 你们搞错了 童夏才是新娘 我才是新娘 童夏怎么会没死 童夏 你说什么你是新娘 人家靖东可是从省城对我回来的 就是他怎么可能看上你 是啊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又丑又胖的老公娘 再看看人家吉娜 她可是从党城回来的小明星 可小靖主任 那叫一个狼才女貌 对 我夏同志 人也就没有认输这个字 等一下 你再瞧 看见怎么将水 不对 水入我们的东西 多快 你说 东哥是这张的车 他爸爸就是永美的设斩 他又想把账母的黑空 他直接用永美太子的身份 还比较张的核心 为什么要来我们车间 穿一条车间全然很可怕什么 东哥就叫微致的姿势 啊 好 接下来 新娘新郎 一拜 天地 你谁啊 没看到这里在办婚宴吗 要放到别的地方要去 我当然知道 今天这场婚礼 没我还办不成呢 二拜高堂 死胖子 瞧你这副邋遢的样子 赶快过走远些 别耽误了人家佟小姐的婚礼 宝恩大哥 对不起了 好 接下来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夫妻对拜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谁 怎么会有两个新娘 该不会是来抢婚的吧 金哥哥 他就是个疯子 才来破坏我们婚礼的 你快让他赶出去 是啊 女婿 快 快将他赶出去 今天这场婚礼的新娘 本该是我 这三人蛇属一窝 昨晚跟我下药 想要害我 要童吉娜 全带之 不是说金家与童家早有婚约吗 都是女人 童家怎么能这么做 和金家有婚约的 是我童夏 而不是童吉娜 童夏 胡说八道什么呢 这是我父母给我安排的婚礼 我知道 你从小就记得我 长得比你好看 比你优秀 现在竟然还想毁了我的婚礼 我嫁进童家这么多年 对你跟亲生子一样 好吃好喝的 都先紧着你 大家伙都看着啊 他这种猪一样的身板 是吃了家里多少的粮食啊 你们母女俩 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要不是在我妈生病的时候 勾搭童振华 也不会把我妈活活祈祀 放肆 胡说八道什么呢 还有你 童振华 你被王秀娥窜夺着 把我妈给我留下来的财产 都花在了童吉娜身上 害我生病没钱去 我吃错了激素药 变成这副样子 你们已经让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切 现在还想抢走我的婚约呢 你已经让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切 现在也还要抢走我的婚约吗 不是的 金哥哥 你听我解释 金东 我问你 你的父母有没有跟你提过 我们的婚约从何而来 三十年前 他们逃荒到林县 是童家救了他们 是童家没错 但当年给你父母的粮食 是我妈妈自己省下来的口粮 她回家 还被这个童振华毒打 烙下了病根 当年你父母为了感念我母亲 才定下你我的婚约 这母女俩害死我妈 听着我的家产 如今又要抢走属于我的婚约 听什么说是你的婚约 空口无凭 胡说八道 你当金哥哥是傻子 当再度的各位都是傻子吗 就是 都是童家的女儿 凭什么你能嫁 吉娜就不能嫁 而且啊 吉娜她可是咱们荣美 从港城请回来的代言人 她和金主任 才是天生的一对 我有婚书和信物为证 这是我母亲临终前交给我的 她早房着有这么一天 特意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的确是我母亲 同样的戒指 我父亲扬 所以 你才是我真正要娶的人 金哥哥 我娶妻 本来就是听从父母的意思 报答救命之人 童小姐 若你不是救命恩人的女儿 就请你们 请着这张闹具 丁哥哥 你看清楚了吗 这才是她本来的面貌 又胖又臭 你一表人才前途无量 难道 就为了什么所谓的报恩 要和这种人过一辈子吗 你看着这张脸 你不觉得恶心吗 金哥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把她赶出去 那这个婚 我还可以继续恨 谁女儿怎么长得那么丑啊 你看她脸上那个都 谁要是娶了她 可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咱们急呢 可是在港城 读了大学回来的 在林县 可是头一个 什么都知道怎么去 难怪童小一直戴着面纱 原来是个丑八怪 还给我 林县第一大成女 竟然还敢来抢婚 真是笑死人了 够了 童下 是我父母给我选定的妻子 不管他长什么呀 我都要去了 在座的各位 若是想看我妻子难堪 别怪我尽动不客气 金哥哥 你确定 拿来吧 我不 哪有送出去的东西 收回去的道理啊 再说了 她那么胖 戴得上这个戒指吗 谁说我戴不上呢 你反了你啊 我和你妈可还没死呢 你竟然敢这么欺负你妹妹 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家里待啊 童下跟我结婚之后 就要跟我住在一起 你们对她不好 这个家回不回也无所谓 靖东啊 我看你啊 还是得想清楚 你刚来厂子 很多业务都不熟悉 吉娜是我们请回来的大言人 这厂里十周年的文艺庆典 到时候啊 还得靠她跟外商做展示 就是 到时候有了吉娜的推荐 咱们荣美的许花糕 就会成为家喻副销的品牌 你赚不少钱呢 你是新来的车间主任 你这高低也得找一个 对自己有帮助的吧 你要找一个像是她这样的 到时候啊 这厂子都得毁清 各位不用再劝我了 你们若想再喝喜酒 就请误服 若不想的 请出去 童下 你的运气不算太坏 至少上天给了你一个好的 小伙子 你放心 也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手劲也忒大了 婚礼继续 春天的花开 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洛阳 凤下 昨晚没堵死你 算你命大 一拜天地 既然你不讲情 因为我一面尽失 那就别问我不客气 我一定要让 此处 妈 成能修吗 吉娜 在荣美场里 除了劲动 权力最大的就是王主任 这周丽梅 是王主任她老婆 她和同下 不管搬到谁 对你啊 肚子有好处 咱们这一招啊 是一石二鸟 我跟周丽梅也不熟 她约我来这里干什么 有人吗 我的脸 我的脸好疼 是鲁虎 你别动 我给你拿水 王相 你好歹都心肠 你先敢害理你姐 我没有 我的脸好疼 来理你姐 我的脸好疼 我饿麻都心肠看见了 就是你 啊 我说怎么莫名其妙约我 原来跟这等着我呢 我的脸 我的脸全毁了 你们还乱着干什么呀 我把他抓起来啊 放开我 你们凭什么装我 放开放开 都给我住手 都给我住手 你下手是不是太重了 不是我干的真不是 再说我要想整他的话 他会在这哭 行了 我知道了 靳东 童夏的这么害我 我一定不会饶了他 靳东 你都看到了 他童夏才是那个心肠百毒的人 我没有 真不是我 你们口口声声说是童夏害的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我有证据 童夏之前 就一直让我帮他找工作 我求王哥求了好久 好不容易给他一份工作 今天丽梅姐把他约过来谈谈 没想到 他竟敢谋害他 我我看在我老王的面子上 给他一口饭吃 他竟然将仇报 我和几娜亲眼看到他 给周组长扑硫磺 这还不算真正 你们真是好笑啊 之前我让你帮我找工作 找了那么久 现在 我都是主任太太 你让我来这当仓谎 童琪娜 你撒谎都不打草稿了吗 我 我那不是太忙了吗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把他抓起来 慢着 事情还没有定位 你们不能带走他 你身为车间主任 难道会因为他是你的家属 而包庇他吗 他若真犯了错 我定不会信任 但是现在事情 还没有一定的结论呢 可是现在令媒结的令毁了 那个文艺会也谁去主办 那些外伤谁去招待 那不是咱们的放碗吗 对 他这种害群之马就应该铲除 我们要报公事 报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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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哪有你们说的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 他的脸还没到毁了的程度 给我一晚上的时间 我能治好他 别拖延时间了 你们快把他抓走 金东 你相信我 把这个车间借给我 就一晚上 我那人全毁了 下半辈子可怎么办啊 那要是明天 周祖长的脸好不了呢 我任你处置 金东 好了 别说了 我是二车间的主任 现在就这么设定吧 好 我就给你晚上的时间 我看你耍什么花样 我们也走吧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躺 啊 啊 来的够早的呀 啊 准备好了 好了 同下 你应该不会说你研究了一晚上 就研究出了这么个破东西吧 紧贴一张纸 就能治好另一姐的脸 当然不止那一样 还有这个 修复面霜搭配着一起使用 笑死个人了 再没十几个 谁知道你有没有往这个里面 加什么破东西 还怪好闻的 只是这东西 真的治好周祖长的脸吗 当然 我可是做美妆研发起家的 什么研发 你别管了 反正试一试就知道了 我不是 谁知道你又喜欢怎么害我 嗯 组长 不可怎么样 还先试一试吧 我也成了呢 对 听懂的准备错 同下 我警告你啊 大家我看着呢 你要是对我怎么样 我可不会放过你 哎别废话 你再这样 就顶着这张脸过一辈子了 等15分钟 是啊 你要是能治好周莉梅的脸 那我的名字就到过来写 好的 垃圾 你 哎呀 嘿 嘿 停 怎么样 垃圾桶 怎么样 天呐 丽梅姐的皮肤 怎么比以前还要好 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是啊 怎么比之前还漂亮了呢 你之前真的做到 没想到 她还真有灵魂 当然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 真的非要 娜娜 肤子脸好了吗 这绝对不是她的功劳 丽梅姐在这之前 就已经看过医生了 而且皮肤底子本来就好 就是 你啊 就是运气好一点 说到底 还是我每天用的雪花糕 笔子好 得了吧垃圾桶 你不许叫我垃圾桶 你们两个一唱一和 不过就是想把你们 一车间研发的雪花糕 打造成外伤主推嘛 新东 你也看到了 我的面膜这么神奇 既然文艺会眼伤 会有外伤 那不如让我的产品一起上 肯定会比雪花糕更赚钱 确实是个思路 童夏你是不是疯了 雪花糕一直是 荣美的当家产品 就你这破步 上的了太年了 而且我身为荣美的厂花 雪花糕一直是我在在业 你这玩意儿 代言人吗 要不还是算了吧 不能算了 你这又胖又丑的样子啊 满脸的痘痘和雀斑 你能代言 你别把我们荣美的名声给搞臭了 我坚决不同意 那外伤啊 可是我们老王 好不容易揽过来的 要是为你吓跑了怎么办 就是 你这样的人上台 指不定别的厂的人会怎么笑话我 笑话我 距离文艺会啊 还有一个月 你们怎么就知道我做不到 童夏 今天 蹬着大家伙的面 我们就来打个赌 我们到时候外商 会选用谁的产品 做出规 好啊 赌就赌 如果你输了 你就要承认当初你害我的事情 毕竟 静哥哥离婚 那你要是输了 你就要给我下跪道歉 并且把我妈留下的遗产还给我 童夏 你就等不着你住 童夏 你不要想不到了 怎么 我拿你当赌注 你不开心了 我们的婚约 对我来说无关痛恙 但是我不能让你毁了中美的名声 原来你也不相信我 我知道你有几分脑耐 但是你 确实不适合 你给我听好了 接下来我要去总部学习一个月 这段时间你好好在家待着 不要这么 静东 你等着吧 一个月以后 我一定会让你观目相看 东哥 你这个时候去总部 是不是要出去躲一躲 躲 是躲 躲什么躲 我真是去学习 我们仨一推我就进了场 业务上的事情是你躲还是你躲 去 你俩也得去 哎动靠 还好 记住了上日史登斯瘦身产品的配方 你俩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赢 我夏童要把你受了委屈 一分不差的讨论 你看见那张亮的特色 听说他常年用着荣美的雪花糕 所以我冲他这张脸 我都得高低来几盒试试看 这不愧是港城回来的大明星啊 这清晰脱俗的气势 一点也不太相语 据统计同吉娜小姐的舞蹈表演 最终得分为三十七分 吉娜要多多支持我们荣美日花场的雪花糕哦 吉娜小姐果真是个美人 你是雪花糕最好的宣传招牌 那杰克先生要多多支持吉娜哟 那是当然的 下面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表演者 童夏小姐上场 东哥 嫂子就要上台了 你应该慢慢 还是回来 东北的银食用品就要回于一旦了 想 看我不去逮你 东哥 走 童夏小姐请上台 童夏小姐请上台 童夏小姐你也来了 你看到了吗 我现在是全场第一 童夏呢 我哪知道 他可能觉得 你离不了我 就带来了 怎么回事 还不上台 我还等着看笑话呢 就是啊 今天是有一个三百斤的大肥婆 奇仇无比 还非要来参加比赛 我就是凑个热闹 看个稀奇的 不会 怕太鹏太丑 怕丢脸气赛吧 我还真想看看他站上这舞台 这台子是不是得塌呀 怎么样 姐给你造势的不错吧 你和童夏打赌的事 一传出去 大家都来看他笑话 还不是姐给力啊 啊 啊 他 都给我记下 是哪个车间 会员结束之后 都给我开除 东哥 咱也别添他嘴里喷翻了 咱也不想要嫂子 别等他们屋檐会更好 好 同下小姐又是在副出场 将被输得齐全 这次冠军将会由我们的 同志娜小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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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风啊 撩拨着情人心上的鞋 叹一曲 把你带到我的身边 这谁呀 咱们荣美什么时候出了个这么漂亮的大美女 这气质简直碾牙前掌 真是绝了 我这辈子 这么美的女人 这 真的是小庞子 不像 这是从哪里请来的明星啊 漂亮的跟天仙下凡一样 这风动 这容貌 这是短 不比不觉得 这一笔啊 同志娜简直像个伴舞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素颜修不收 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我好傻 这位女士 这可是荣美热化厂的内部文艺会演 你不是我们厂的人这么擅自上台 怕是不太礼貌吧 红吉娜 你就别关心我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了 你就别关心我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了 你很快就要输了 你欠我的钱 准备好了吗 你 童吉娜 你要干什么 靳总总 他肯定不是童夏 他肯定是童夏派来砸场子的 安保 童夏派来砸场子的 别让他耽误会演走上 有请各位评委打分 有请各位评委打分 童夏小姐的最终得分是40分 恭喜童夏小姐荣获本期轮日会演第一名 下面有请我们的外商杰克先生为童夏小姐翻奖 加油 吉娜 我们又出现幻觉吧 台上那个美人 真的是童夏 她是怎么做到的 你别走啊 你就算不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 你上去领个奖嘛 这第二名有什么好领的 童夏的童夏简直是我的痴 这就受不了了 童吉娜你等着看吧 我童夏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一步一步重回颠覆 童夏小姐的表演真是令人难忘 你也是我其间一种见过最好看的女人 那杰克先生可一定要考虑一下我们车间的修复面霜啊 你们这个产品这么好我一定大力推过 多谢杰克先生的支持 咱们二车间一定全力做更好的产品 这位先生是 我这二车间的主任 也是童夏的先生 要把人家吓死啊 他在台下就是那秘密的汉 我不说 干嘛 穿上 不要 我这好不容易收下来 这都穿一件 都是对我这完美身材的不尊重 怎么了 闺女 怎么了这是 今天不是文艺会演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你拿了第一名 喜欢高被冠军选上了 是 是你闺女登了第一名 那那是童夏 不是我 怎么可能 童夏怎么能到第一名 再说了 我可是给平外门送礼了 你怎么可能选不上 不行 不得去找他们 你不用去了 你不用去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你是童夏 一眼就能认出啊 看来你比吉娜聪明多了 可惜啊 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你刚才已经承认了 是你贿赂了评委 我 我可什么都没说 他们已经招了 王秀文 你给老刘老赵送钱送烟 他们的司账都有记录 他们已经被厂里开除了 现在轮到铁了 你想开除 我可是厂里十多年的老员工了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当年你能进荣美 还是我妈担保 你去恩将仇报 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妈 不管当年的真相如何 我妈她好歹 在荣美也待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就开除她 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也算小事 童吉娜 困你还读过几名书 看来你思想觉悟 也不这么高嘛 怎么 你想跟你妈一起被开除啊 你 这件事都是我干的 不管吉娜的事 开什么都不知道 这位 带王秀文去财务部 结算工资 妈你不能去 童夏 你给没良心的 现在攀上高枝了 带着你们男人回来 欺负老子娘了 再怎么说 你是我把你养大的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是怎么把我养大的 是让我吃童吉娜 吃剩子 还是穿你的衣裳 挣扬我生病 给我胡乱抓药 这样差点变得又丑又胖吗 他小时候竟然过得这么早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 你不也好好的长大了吗 还找了这么好的婆娘 你闭嘴 最可恶的就是你 你身为父亲 你纵容他们母女俩 恢护我妈辛苦积攒的遗产 任由他们 侮辱我 可耐我 你不配为人祸 有我在 谁也变相多 我姐唯一哥看了 童吉娜 你最好还记得 之前跟我打过毒 我说过 要是我赢了 你就给我下跪道歉和还钱 童吉娜 跪吧 爸 童吉娜 哪有这么逼你妹妹的 好啊 那我不逼她 钱是你们三个人一起用的 我妈也是你们三个 一起祭祀的 你们三个一起跪 烦了烦了 你竟然要逼你老婆 跟你先回 老婆子 你没事吧 你看看那样的 这个白眼龙不孝女 他现在是活生生的 想把我们给逼死啊 姐 我知道说我不懂事 但到毕竟年纪大了 你不能这么刺激她 如果你打我一下 你能消气的话 那你就打吧 好笑 你怎么活这么大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这种要求 确实消气不少 爸 你看他 你 差不多得了 给真命一帮妻子 好 我知道 你们都把钱给了童吉娜 不可能拿得出来 既然这样 童震东 你把这份协议输钱了 从此以后 我们断绝父母关系 你们一家三口和我同下 再无任何瓜可 我养你这么大 你居然想不给我养老 你在道德绑架我之前 你先看看你自己有没有道德 童震东 到底是下跪道歉还钱 还是断绝关系 你选一样 好 我签 我掉胆 我养你这个女儿 等等 秀娃咱还有吉娜 吉娜是个有孝敬的孩子 咱不可的 好 我就不陪你们玩了 对了各位 以后在路上见到我 记得绕着她 王小娃 请忙 我 我叮嘱吉娜几句就走 吉娜 静东市新来的车间主任 同下也风头正式 但这里是零线 总还有可以支付他们的人 听妈的 抓好王主任这个口诗 她身里翻版的关键 妈 王主任和丽梅姐那么多年了 怎么可能 这种时刻 我讲什么先来胡档 像当初 就是这么把你爸弄到手的 吉娜 妈的工作没了 咱家 就都只管你了 童下 落死谁手 可还没定 你怎么走路跟猫一样 乖 去亮了 好特别的香啊 你用的什么喜欢吗 那 我自己研发的护发精油 你真的是 什么 怎么 不相信啊 不然 你来试试 你 光电话 你让我少流氓 那 这是什么 契纪约结婚 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啊 金东 我知道 你娶我 只是为了报恩 我嫁你 也只是为了 摆脱同家的那个虎狗 我们之间是没有感情基础的 这婚姻对于我来说 顶多只是一个合作项目 合作项目 你怎么能这么想 你把我当什么了 自然合作伙伴啊 你看 你是车间主任 我有研发技术 咱俩一拍即合 各取所需 前途一片光明啊 再说了 我同下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这男人对于我来说 不过就是个调味品 我不知道 从哪 谁这些离心叛道的想法 但是你嫁给了我金东 就是我金东的女人 你笑着 笑你的爸总发言 什么爸 我听不懂 但肯定不是什么好 你不许笑 你是狗吗 或许 你可以选择 做姐姐背后的男人 在我们彼此找到真爱之前 先做个 床败 你不喜欢我 我不强求 但是 你没必要这样侮辱 如你所愿 金东 生气了 这个女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金东 生气了 金东 我错了 我刚刚就是口嗨的 你别生气了嘛 这就完了 这就完了 外贸博览会是在两个月后吧 今天还是在咱们领先开了 要说到时候会有好多外国人来呢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厂子的生意就会更好了 那也说不定 毕竟外贸会也是有门槛的 只有销量上万的产品才能够够格呢 外贸不来会 那岂不是有机会走入国际市场 铜夏 你的产品有外商做主推 一定可以轻松破万 到时候就可以上外贸会了 是啊 上了外贸会肯定能买个好价钱 咱们地奥车间好久都没出新品了呢 我会努力的 希望能不负重啊 这一万份订单可不是这么好卖的 你那个产品只得一个外商看见 我们这一车间的雪花糕 可是上了外卖榜的 好产品从来都是后来居上 就不劳童小姐你操心了 吃 童小 你就别白费功夫了 我们家老王精英多年 手上可多的是资源 雪花糕是荣美临现分场的当红产品 绝不可能被你这个丫头骗子比下去 就是有王哥在 你肯定为数 哎 王哥 娜娜 这么想你也在这啊 周组长 一个人热心肠不是坏事 但是热过了 就容易惹火上身啊 你少了那一样关系 我只是出于好心 周组长 上中你毁容的事我且不说 你好好想想 若不是我吃好你的脸 这一时二女儿之际最终受益人是谁啊 你与其余我针锋相对 倒不如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管理 这女人啊 一旦过了三十岁 一旦过了三十岁就容易身材变形皮肤松弛 就连夫妻知识都会不合心 一向闭嘴 要不要脸 没有人能永远年轻 但是有人 永远正能轻撑 龙极刚 你还要不要脸 大鼎广东之下 和女同学拉拉扯扯的 你还要不要名声你 你吼什么吼啊 这个我丢人 我丢人 龙极刚 我算了跟你丢人了 小女子 你看看你现在怎么样管 这这这什么什么 哎呀我都抱着脚弃肉 我只 行了 我有事别动工 哎呀吉娜 男女瘦瘦不轻 你要有什么事直接找我 别找我们家老王 是是是黎美姐 黄老脸不神奇是吗 总有一天 我要把瘦滚气都还给你 赵组长您看看 这是我们车间新产品的包装图 你骂车间的宣发部给我管 你去找宣发组组长老李吧 李组长 李组长 你是同下吧 是啊 别敲了 李组长这两天起架了 起架了 那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不知道 你一起等着吧 硏它 我们 dealt他们 也嘴没 冬哥 这个王之纲 可太可恶了 哎呀 唉 她既然放话出去 那厂里所有人 都不帮嫂子做宣 Friend 这不明白 这極拳摩斯 还欺负老实人吗 是啊冬哥 让他碰点鼻也好 在外面吃了亏 就能想到我的好 你们看着吧 不出三日 他肯定会求到我头上来 不给宣发 那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 知道我的产品 我就不信了 活着还能让尿憋死啊 不给我宣发 我就自己搞宣发 不管在什么年代 理论才是最好的宣发 哎 过来过来过来看看 童夏你说的形象感 就是像你自己这样吗 是啊 童夏变得好漂亮 芬芝姐简直不是一个人 哎 大家都试试 今天真的免费 怎么了 真的都免费 我还是不是了 我全家都还指望着 我的工作活着呢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你还要不要脸 你还要不要脸 你没解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 你们俩忠目睽睽 手拉着手 你当我不存在呢 不是的 今天王哥带我出去应酬 他替我等了很多酒 我只看他喝多了 才把他送回来的 童厉梅 你少在这儿叽叽歪歪的 我跟吉拉就是正常的应酬 吉拉是个善良的小姑娘 我在公司上多照顾她怎么了 你凭什么管我 我凭什么 凭我是你老婆 你出去应酬应该带着我 你带着一个花皮算什么 她懂个屁 臭丽梅 你啥不料你照照你自己啊 你看你现在又老又丑 我能带你出去吗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王志高 你说什么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变成黄金光都是怪你 我这些年 四处为你咋点 就令你的车间主任 都是我周丽梅给的 受不了啊 受不了咋来给你混的 王志高 为了这个女的你打我 你还要跟我离婚 丽梅姐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造成这样的局面呢 哈哈哈 周丽梅 你想不想改变自己 现在如你的愿 让你看笑话了吧 与其扶他林云志 不如自赚万两金 无论是权利还是金钱 只有抓在自己手里 才是属于自己的 你曾经为他付出的一切 到了他厌弃你的时候 只会成为他赐向你的利刃 周组长 这心疼男人 可是要讨大美的 等等 我想改变 同下 你改造我吧 我想变得和你一样漂亮强大 我要洗刷将所有的耻辱 把我失去的面子找回来 改造你 当然可以 但是 你要付我一点报仇 你不是写着免费形象改造 别人可以免费 但是你之前帮着童吉纳欺负过我 我就多多少少都得跑回来点 那好吧 但是 我事先说好 我可是 我要的可不是钱 后天下午 孟佳云大酒店要举办一场舞会 外貌博览会的举办方都会参加 我想让你带我去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那有什么难的 那些舞会的都是我的熟人 带你去就是 那我们就开始吧 走 第一步 我们要纠正体态 拍一拍 收一收 太高 第二步 我们要改善皮肤状态 顺便 躺大不乐 第三步 我们要改变穿衣风 让好的衣体强行拔高气垂 这也太漏了 不行不行 这套 我出去等你 对了 丽梅姐 这本回家的诱惑 你一定要非常认真的看完 这可是我花了一个晚上 给你包装出来的人设 接着 加油 看好你 灯哥 怎么样了 都已经两天了 同学怎么还不来找我 你去告诉他 只要他来求我 我就免为其难带他去孟家园 不是东哥 我刚刚看见扫子 不知道 他去了哪 他去了哪 孟家园 前总 王主任 王主任可是 念福不浅 您生病这位 可是难得遇见的大美女 那是当然了 前总 我这个妹妹 是我请来问我们厂区的雪花 和我做品牌大严人 到楼去了外卖会 前总 您可得多蓬蓬场 这是自然 一定 一定 对呀 室费一下 您先忙 您先忙 王哥 什么事啊 如果楼下新店 特意给你买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 王哥选的 我都喜欢他 这一手啊 就得适合你搭这个 干嘛 不行不行 我紧张 别怕 你之前不是看过 回家的诱惑吗 你记住 你不是周里美 你是林品如 抬头 挺胸 撅屁股 Go 这位美女 这么眼熟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 老钱 你是在说笑吧 我们才多久没见 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你是 丽媒 媳妇 你怎么过来了 不是说好了 我喝完酒就回去嘛 老王 还是您厉害呀 外面是采旗飘飘 家里是红旗不倒啊 钱总 我这在外面应酬没办法 自家媳妇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黄志刚 我怕你是忘了吧 我们都已经快离婚了 你还媳妇媳妇的 还有这一出 没有那事 你媳妇 我那天就是喝多久了 你是我的嫌恋猪 我怎么可能省得被离婚了 你放开我 哎 媳妇 我这 怎么样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气不气啊 还笑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 我 果然是霸总认识啊 静东 你的被动技能 可不会是百分百替我打伤害的吧 你又胡说什么呢 同级呢 你找死吗 静哥哥 我不是故意想要破你的 你想破了我就更该死 我不打你 但是你敢动从下 我饶不了你 你不是在上班吗 你怎么到这儿了 我要不来 被破成落仓街的人就是你了 看你还笑得出来 好了好了 犯不着为这些人动气 乖 行了 我又不是条狗 哎 来了来了 孙助理你好 我是戎美二车间的同下 这次来是想跟 二车间的 我知道了 锦娜小姐 好久不见啊 孙助理 你怎么来了 王主任啊 已经打过招呼了 锦娜小姐 你放心 在博览会上 我们会给你 找个最好的成络会 你就安安心心 漂漂亮亮的 走去那最美的代言人 嗯 孙助理 你这不符合规矩 我们都是如美 谁要搞 区别对单 你压谁呀 孙助理 他是隆美二车间的主任 快点 我管你是什么主任 都是隆美的 那又怎么样 在临线分场 咱只认一个主任 那就是王志刚 山中无老虎 猴子成岗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王志刚 什么时候变成老大了 静哥哥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知道你和王哥不对付 但是 桃李是你的前辈吧 和王哥不对付 来来 我把他请出去 你敢 静哥哥 你别冲动 住手 住手 老吴 你来的正 你的助理 官为挺大 知道我跟王志刚 不对付 我就不能在这待吗 大胆 没有没有 这酒店开着 来着就是客 您想怎么待 又怎么待 不带劲儿 这小屁孩身份不简单 还有你的那个外贸博览会 也不是什么正经会吧 主位的位置 靠左后门就能得到 这简直就是黑幕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们这个展会 就是公平公正 千全没有黑幕 我全都听到 还听给我说的 您听我说 只要你这个产品 有外商认证采购 有销量过万的入场资格 我保证给你安排 最好 最亮眼的位置 这位是 啥也不是 是是 我啥也不是 您把产品给我看看 现在就是安排位置 开除 都开除 好好好 都听您的 我怎么觉得那个人 那么像外贸举办方的 母经理啊 靳主任 怎么着啊 救过他的命啊 啊 就是这样 行行行 相信了 啊 母经理 那小子谁啊 他怎么敢 天 傻子 那可是容美的太子爷 这 你还愣着干净 赶紧给我收拾东西滚蛋 母经理 你手上的面霜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当然 当然 这 这 这竟然是 这是谁啊 咱们尝尝 可没这好美女啊 哎呀 你就别打趣我了 哎 童夏 你的办法 可真的是管用啊 昨晚上 我老公对我是 百依百顺 哎呀 他可是重振雄风 那可真是叫一个怪物 哎呀 看你这少妇怀春的模样 怎么着 不离婚了 哎呀 不是我不想意 只是这年头啊 这女人的日子 太难过了 我要是离婚了 肯定很难在 常理立足的 回到村里 还会被他们笑话 啊 你可别怪我 没提醒你啊 这种事 只有零次和 一百次的区别 这童籍呢 可不是个好打发的 你可得做好准备 嗯 哎 丽梅姐 还真是你啊 这皮肤 这身段 简直潘若两人 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那当然 用铜下的东西 准备做 你看 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哇 到底买点 都摇摇 都摇 哎呀哎 谁都不准拿 王主任说了 谁敢拿铜下的东西 就开头 不对啊 老王说了 不对你们铜下了 他什么时候说的 你干嘛 他说的 他人还在办公室 哎 你去哪儿 我找他去 哎 你等我一起啊 黄哥 我只有你了 宝贝被托啊 你别托我 我心心上了 你们 我打死你 就 你就过去 点给他东西 周立梅 你有玩意了 你们 我打死你 这个狐狸鸡 你为什么一魂不散 为什么 周立梅 你有玩意了 你们大白天的 都拱大大的 不要脸 周立梅 你别以为你穿的画地 这儿在操守公司 就能留住我 想得美 那是我可怜你 王志刚 我要离婚 我要离婚 行 你俩都听到了 你就离 离了婚之后 一分钱不给你 你别后悔 该后悔的人是你 王志刚 你留着你那些钱 自己擦屁股去吧 丽梅姐离了你 能挣到更多的钱 臭猪狂言 一个女人 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来 行了 我们走 丽梅姐 你看 我说的没错吧 这男人靠得住 母猪都上树 那个骗子 他就是个王八蛋 你的东西 看来是用不了了 都怪我 都是因为我 你别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错的是那群烂人 我同下 不可能吃这个哑巴亏 这笔账 我是不是要讨回来的 嫂子 外相捷克魁运了 就不卖咱的产品 东哥一七十钱 终于给你干账了 走 走 哎 媳妇 你咋在这儿 你先说你要去干嘛 那小羊鬼子 出我饭 不讲信用 我要让他尝尝 什么叫东亚铁熊 哎 你给我过来站住 我这不是给你出气吗 冲动和拳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咋办 没有外伤的推荐 咱连博览会的资格都没有 不行 我不能让你在同级那 跟王志哥面前丢面子 哎 谁说咱们只能去博览会了 看看 很简单 我策划的核心呢 就是素人改造 让他们使用我们的护肤产品 并搭配一定的个人IP打造 让每个素人都拥有自己的特色 最后成端出道 并当过这种宣传方式 吸引客户 你就理解为个人特色 安邦 军委 你们负责替海报 我和静东去抓人 事不宜迟 开钩 海选招募素人 选秀成团 啥意思嘞 哎呀 兄弟姐妹们 任何想成为明星的普通人 你们都可以报名 看下这个节目啊 对对对 就像我这样 我啊 是经过童价改造的 你看 就跟健健的样子 那像安静的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那么可人都想到明星 放屁 只有像我这种 读过书的 又长得好看的人 才能当明星 我瞎 看真的是失心疯了 素人改造 啥是素人呢 安不知素 安只是婚的 各位都听清楚了 这次乘风破浪的嫂嫂 参加海选的人 有很多很多 可是最终成团的名额 只有四个 那就是站在我面前的你们 那其他人 怎么没有机会啊 我要的就是 找他们来陪跑 这人越多 声势就越大 不是吧 嫂子 这样太不讲道理了 君伟 嫂子 今天就给你上一课 什么叫做 内娱 内定 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 就是你们手中的策划书 我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属于你们的人设 在最终舞台上 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要求 尽情嫂子 你一个丈夫 抛弃弃子 你是个守活寡的可怜人 自顾多情 空于恨 此后绵命 不绝其 成团 只是为了站在最高的地 等待着他浪子回头 你 上有老 下有小 老公不中用 全家依靠你一人维持生计 为此 你放弃自己的梦 成为了宝洁 你最大的理想 就是站在舞台上 一掌风子 你们两个 是不共戴天的冤家对手 祖辈鸡院 从小就为了一寸菜地 半目舔水 沾风相对 可我们是好柔烈的 就是 我当然知道你们是好柔烈 但是在此 我要为你造势 让你们各自的支持者 私逼吵架 越凶越好 在最后的舞台上 你们生泪俱下告诉大家 你们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了彼此的真善美 兵士前嫌 暴头痛 可 嫂子就会崩啊 那我们就跟着一起封呗 咱们卖的是护书皮 是卖给年轻女孩的东西 你怎么找了一堆大姐 童吉娜不是自诩 自己长漂亮吗 那我童一下就反其道而行之 谁说只有年轻漂亮 才能当明星 我一定要把你们打造成 最靓丽的明星 有靓丽的 没法退远 我 当天的 后悔孤难 也当着当 所以你碰了 文哥 这一次的博览会啊 我给咱们的产品找了个主位 销量啊肯定会过万 那必须的 走吧 赶紧的 晚了就看不到前排了 是啊是啊 大家快点走 我们去哪啊 这博览会方向不是这边吧 哎呀 谁去看到什么博览会 那边在眼前 你给我看到嫂子大伙都赶着去看呢 那 博览会岂不是没人看了 那边哪还有人去啊 连那些外甥和投资方 都去看成婆娜的嫂子了 去完了看空气啊 你和他说的 坐吧这 他不老去了 啊 哎不是 波浪会是可是高端场所 你们一群不懂欣赏的土包子 我倒去看看 他头下带着这一群土包子 能掀出什么福 走吧 朋友们 乘风波浪的嫂子即将开始 让我们留屏女床登场 哈哈 哎 哎 哇 啊 哎 听见没有 外上的杰克先生 要找童夏季也拍合作 就连国党会都没什么人 虽然姐太发了 表演只是甜菜 接下来才是我的策划正心 各位拭目以待吧 本来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只能当个小弟的宝洁 但用了一盘柔美的面霜后 我发现宝洁也能再发自己的光芒 如果你也想闪光 那就选柔美精度面霜 那这不是咱们抢子小弟的大神 他收拾收拾 这么好看啊 咱们这火的日晒有急的 只会啊 按照一般保有又不救 回到这次黑山之后 你也回春 你们看啊 现在这一块不紧光滑 而且一点也不油腻 啊 一双自己水会柔软 你男人最容易 哎呀 那不是脱口的王寡妇吗 他以前那么邋遢 现在怎么这么白劲 有美更多变身 值得容易 啊 好 现在请大家到我们的售货远处 购买十名制的热狗单 用你们的热狗单 支持你最喜欢的代言人 在你们的支持下 他将给你们献上更精彩的表演 啊 我要十二号同款 买给我洗衣服去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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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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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神大妈女来女去 什么好看的 伤风败福也不要脸 这又这么神奇 还得一夜会穿 王哥 你一定要帮帮我 你别着急 我肯定就对了 绝不让他们卖出去路上 我们下来 这次死定了 谁是负责人出来 谁是负责人出来 郑科长是我 有什么事吗 我们收到匿名举报 说这里正在进行违法活动 有伤风化影响试容 赶紧给我停了 我们收到匿名举报 说这里正在进行违法活动 有伤风化影响试容 赶紧给我停了 这是怎么了 该不会是产品问题吧 对啊 郑科长 我们这是正规表演 卖护肤品的 这机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花里胡哨 一群女人 穿得不三不四的 在舞台上扭来扭去 像什么样啊 这就是个很普通的女团舞啊 我管你什么女团 现在就给我停了 还有 带上你的营业执照 报纸里交罚款 那些产品 都是没有报备的是吧 一看就是三无产品 你这是误导群众啊 都给我收了 敢动我的东西 经我同意了吗 谁啊 你活的不赖人了 你是荣美荣美的 郑科长 我是小剑 你还记得我吗 小剑啊 记得记得 好巧 好好巧 今天这活动是我媳妇办的 这可是咱荣美的大事 所以您看 哦 我懂 我懂 哎 回来回来 科长来的时候不是说 说什么呀 你知道他是谁吗 别管我是谁 今天这个事啊 我就是来给我媳妇撑腰的 所以郑科长您看 这还能不能办 能办 能办 哎 接着周月 接着我 那个 介绍 刚才有点小误会 别往心里去 好多 你跟他说什么了 你跟他说什么了 没什么呀 你又救他命了 应该是吧 我倒要看看你这葫芦卖的是什么药 你 我 赵天雨 你 赵天雨 你 你这可是实际上最火的明星 你怎么来了 这么独自一致的选秀 我怎么能错误 再说 我对这个带货方式 和品牌冠名 也是非常感兴趣 这头尖饼 这骨架 嗯 不错 简直是块做明星的料子 都别愣着了 都买 都买 我买的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即便 我不便 符号看相线 金尼他美 天呐 这个时代 竟然还有跟我一样 穿越过来的人 等等 你说什么呢 奥小姐 这一句说话 你怎么知道我是 乐天娱乐旗向 红遍大江南北的 修复营收 还有这乘风破浪的嫂嫂 这些东西 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你们嘀咕什么呢 怎么这么久啊 少大名星 幸会啊 这位是 我是童夏的先生 这样啊 那确实是幸福 好了好了啊 那边大家抢的都快打起来了 我去看看啊 咱们一起 下次聊 三百一十五 三百三十 金冬 我们今天转翻了 童夏同志 你太强了 今天咱们场 营销额创现历史最佳 为了答谢大家 今天晚上 就孟家人嚎催的 今晚所有交费 你让我尽都买单 童夏 乐极生悲了吧 这郑科长一来 你的产品一件卖不出去 那可是太让你失望了 让我们少卖了几百分呢 你 嫂子 恭喜啊 去了孟家云 我一定好好敬你一杯 你不是说 你让他们的产品 一样也买不出去吗 你怎么回事了 老丈 我不是让你说 这个教廷全部没收吗 不是 你怎么自己还买上呢 你差点把我害惨了你 算了 懒得说了 走了 不是 走吧 老丈人 他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这中间 有什么猫腻 妈 亲爱你把这身子骨说倒就倒了 你说说以后的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 我目老两口也就指望你了 妈家里的存款呢 物质财上班我也负担不起啊 咱们家哪里还有存款呀 亲爱你在港城读书可花了不少钱 不仅图下他妈留下的钱都给了你 就连我在入门每个月的工资都贴不给你了呀 现在你爸的医药费 我现在还没着落呢 是吉娜回来了吗 别说 我看他这个样子啊 吃药看病的钱都是个母底洞 我哪负担得起家这么多 可他毕竟再这么说还是你爸呀 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爸 那我跟你说 冬夏中了大钱呢 这个钱必须得他住 我找他邀请去 反正话呢 都跟你说清楚了 现在爸爸生病了 躺在床上 你赶快拿钱吧 什么意思 关系断绝说 我还特意找到村委会公正文 我现在和你们同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之前对我百般苛代 现在生病了要钱了 想起我来了 这地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不管 你是爸爸的新生女 他现在卧病在床 你不给钱 还有天理 我管你天理地理 你们不服 那就去高王 要是真判下来 我非养他不可 我也愿意出几块钱 但是其他做梦 童夏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我不能让这两个老家伙拖累我 黄志刚也是个不靠谱的 我还是得另找个出路 来 东哥嫂子你还别说咱们厂 从来没有收落过这么多的订单 那当然了 你也不看你东哥我 你们东哥还真是个合格的贤内猪啊 贤内猪啊 是啊 咱们俩 我在外面谈生意 你呢 好好安心在家里收好场子 绝对一本万利 还没见过这场面呢 童夏说的对 我周玉梅啊 要是跟着你干 那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的新品研发报告不见了 金东 你陪我去找一找 这要是被别人捡到了 那可就不得了了 好 走 都办好了吗 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给别人说 金东能让那个大人物 对他态度恭敬 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么优秀的男人 我绝对不能便宜了 童夏 跟我和他生命主持了熟饭 我看他一下怎么甩表 东哥的嫂子呢 不知道 咱们先喝着吧 哎 怎么才一会是喝成这样啊 不知道啊 军委平时挺能喝的 今天 你也就到 家属愿离得近 要不 你先送他去我们那儿 歇会 请请酒再回吧 去吧 你先在这儿好好歇着 我去帮嫂子忙去了 你先在这儿好好歇着 你先帮嫂子忙去了 怎么是你 童筋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们这到底发生什么 我 别忙 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偷下 都是你搞的鬼是不是 从今呢 你要发什么疯 是你往酒里下药 你把周俊瑞送到我的房间 你的奸绩得逞了 什么酒啊 所以 是你在酒里下了药 昨天晚上俊瑞在我们家 你该不会是想对靳东 伴我硬上功吧 你害我被周俊瑞糟蹋了 你好歹度的心肠 谁糟的谁啊 可怜了俊瑞这么一颗老实的白菜 竟然被你这头猪给公了 真是令人忌气 等一下 我死了你的嘴 同学呢 我警告你 你收起你那些龌龊的心思 否则 我让你在荣美待不下去 笑话 你区区一场选戏赢了我 那又怎样 谁不知道整个荣美王主任说了算 他一句话 就能让你的产品生产不下去 说得对 王哥 你放心 有我在 他不敢欺负你 我一定捧你当代言 继续生产水花 我的商品能使工厂最大利益化 你凭什么说不 凭我是车间主任 我说不能就不能 我说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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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一个不怕死的毛头像 别以为你当个车间主任就跟我平起平坐了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之前常理犯选秀被叫停 就是你这个老东西 故意找人干涉 你说谁是老东西 王志刚 你以为把王秀娥推出去顶罪 你就安全了吗 你在荣美任职期间 你职务之便 收受贵勾结外人 以权谋私干扰选品正常公正 这些 都是你这些年在账目上做的手脚 你知道要怎么样 难不成你去沈臣告我呀 我在这管事的时候 你恐怕连毛里没长齐吧 难不成你现在还想齐在我头上 你信不信 只要我一句话 你连同他一起滚 现在许自首 我还能从轻罚你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这小子今年的气场挺强啊 跟换了个人似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啊 我是亲姐的车间主任 董事长 那可是我二舅老爷 朋友的远忙亲戚 董事长 是我爹 董事长 是我爹 董事长是你爹啊 那我还是你爷爷呢 王主任啊 你可真是盲坑里的实体 又臭又硬 你闭嘴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谁说话呀 我们接到荣卫社会的吗 警局 车间主任王志刚 涉嫌青春国共财产 正经学长 国共财产 不是 金先生感谢你不辞辛苦 暗跑工厂 为我们提供有效证据 现在你可以回省城 向董事长汇报 不关我事啊 金董 不不不 记照 都是这个女儿 哄我这么做的 我都是大力支持 咱们咱俩活动了 不是我 我什么时候指使你了 金董 我是无辜的 老婆 是我鬼秘性 是我鬼秘性 求求你救救我 都是这个女儿哄我的脚子 老婆 老婆 金哥哥 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父亲 需要我去养 你不能抓走我 带走 放开我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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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伟 诚伟救救我 我是无辜的 真的 走 你什么情况 我抓他你拦着干什么 东哥 能不能放弃那意思 他所造成的损失 从我公子里扣吧 不是 你吃错药了 就是吃错药了 东哥 我和金娜已经身命煮身受饭了 我得对他负责 我得娶他 啊 你要娶 人家可不一定 我愿意 我愿意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要对我负责 嗯 东哥 要不看咱们兄弟一场 你就 网开一面吧 周俊伟 你确定你们真的 是啊 以他的心计很可能是在利用你脱罪 嫂子 我要是不认 吉娜以后怎么做人啊 我 我也不算个男人 你 俊伟就是个实际业 他不撞南墙不会回头的 就他去吧 等他吃了亏 他就吃了 谢谢东哥 谢谢嫂子 走吧 龙夏 你可毁了我的幸福 少不了你 媳妇 干嘛 就 我爸是董事长那件事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我懂 你们霸总人设 就喜欢搞这套隐藏马甲 理解 理解 什么霸总霸总的 到底什么是霸总 哎 我还没说完呢 周世伟 哎 为什么他们能住套房 我们要挤这个单间啊 厂里的套房 都是留给工作人员和高管 东哥现在是厂长啊 肯定跟我们不一样啊 哎 你和那个谁 不是小兄弟吗 他怎么没有给你分了一罐半职的 我怎么能让东哥也全谋私呢 那你要和联合约层的升职啊 放心 我会呢 哎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 怎么总是狗狗碎碎的 我没有 别纠结了 你是什么身份不重要 别再当回事 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 只要能够干活的 都是好猫 你 你怎么总把我比成猫猫狗狗啊 我就不能是个人吗 你就不能好好在乎我一下吗 所以 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之前跟你说过 不适合做伙伴也可以 我之前跟你说过 不适合做伙伴也可以是 童夏同志 请你正视这个问题 现在在你面前的 是一个年轻气盛 身强体壮 合法合规 并且 给予你的能 果然啊 年轻就是好 童夏 童夏姐在吗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助你事业顺利开张 开工大吉 顺便问一下童走 学姐在吗 大言人 你啊 我可请不请啊 你咱们这特殊消息 我还收你钱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你们两个 怎么这么熟 我和他 我们都是老实人了 自然 一排几个 哦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你没听过的事情多着呢 少天宇啊 那咱们约下周啊 你到时候来荣美找我 咱们聊聊合作的细节 谢了 以后你再来楼下的时候 记得喊我的名字 凭什么 凭我是厂长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就不让保安放你进来 幼稚困 不过童夏和靳东之间 好像也没有完全坦诚 难不成他呀 诶 听说了嘛 太子爷要整敢咱们厂 说是一切都让童夏负责呢 乡下来的能懂什么呀 他要不是靠着婚约攀高枝 凭什么来管咱们 就是啊 从今天开始 我将群群负责厂区的管理 这是我制定的员工手册和运营方案 请大家知悉 如果有不愿意者 现在可以领钱离开 厂房除生产线外都开放参观 员工需守备每一项产品的配方功能及用途 还禁止和供应商及另一方有任何私下往来 为者严惩不待 真的是 以前老王在的时候也没这回事啊 本来就没几个钱 还不让我们分点油水了 哈 有没有搞错 我就是个工人 哪懂这些凉满兮兮的东西 哼 不说童夏 你这是诚心不让我们好过啊 老子不干了 哎哎 你可是车间的技术骨干 没了你咱们还怎么干活啊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 这里到底谁管这谁干活 走不干了 不想干就给我滚 不想干就给我滚蛋 你 你 你 都是东西给我滚蛋 长长 我可是骨干技术员 你看住我 谁来把你干活啊 我就是要清扫王志刚的人年 你自己跳上来 倒是给我省事 还有谁想走 站出来 喝 走 长长我错了 我错了 以后 这个场子的大小事物 都听老板娘的听明白了吗 明白 大家都可以往后翻一翻 除了规则和制度 还有工资和奖励制度 从今天开始 大家的基本工资 都会增加10% 只要大家和我同心同力 相信我一定能带领荣美 走向全世界 大家都算了吧 金东 我一定会将荣美 打造成知名品牌 拿下天王天后的代言 走向全世界 干嘛 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我只想守护老奴美就行 你会不会觉得 我配不上你 这条路 是我曾经走过解成功的路 可是 上一世 我站在十五岭的顶端 运筹帷幄 掌控了这么多的命运 最后却操劳而死 我真的过得快乐 这才是我该过的生活 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好 金东 你回来了吗 金东 童夏 既然你和金东是契约结婚 那为什么 还霸占了 金东不放 多加冰 三分糖 双份奶泡 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口味 嗯 就是这个味道 工作的时候 拿一杯冰咖啡 真的是太提神醒脑了 不对 你是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习惯 为了配合演员的拍摄时间 你的咖啡从不离身 是吧 夏童姐 你认识我 你手下的艺人群星云集 你不认识我 也很正常 你 你该不会是我旗下的艺人吧 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算不上 我和你们公司的周新宇 拍摄了一部电视剧 不知道哪个缺德鬼 拍了我俩照片 后来被他的私生粉 开车撞死了 越南主和周新宇吃饭 找狗仔抱住他和男主因戏生情 确实是挺缺德的 哎呀 咱们既来之则安之啊 先聊聊合作模式 这是我们荣美的护肤线品牌 发展的计划 你看看 有没有兴趣 做我们公司的代言人 比起这个 我有个更好的想法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个年代 重操就业 创立娱乐公司 我退出现在的公司 成为你手下的第一个艺人 我们两个强强联手 定能重现上一世乐天的绝世荣光 怎么办呀 少天宇把他扫子一扯过 到时候转着盘满钵满的 哎呀完了 少天宇又是个大帅哥 人又温柔体贴主动 这样一给 嗯 怎么东哥 你真的能做事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东哥那个是 哎呀 瞅一瞅 哎呀 可人家少天宇 是天空巨星 唉 邵先生 我这儿有个消息 不知道 你感不感兴趣 契约结婚 确实是童夏他的手臂 邵先生 我知道你对童夏感兴趣 不如 我们合作一下 好啊 你想怎么合作 我给你提供童夏和静东的动向 帮你追童夏 你追到童夏之后 静东就是我的了 哼 成交 这就答应了 我少天宇想要的人 就没有得不到手的 好 没问题 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哎呀 东哥 你到底问了没 嫂子和少天宇啥情况呀 你急死我了 难怪最近看着失魂落魄的 你像个散家之犬 你才像犬 宝宝在家里不愿意吃饭 那肯定是 在外面吃饱 哎 少胡说 嫂子不是那种的 东哥 我知道你很在乎嫂子 但是 你对嫂子表达过吗 这还要我说 我对她那么好 她看不出来啊 哎呀 那可不一样啊 女人需要情绪价值 你看那个少天宇每次一过来 就带什么咖啡啊 带什么花的 真种是需要手段的 你可不能出个那个小白脸啊 我一个大男人耍什么手段 他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随大序吧 那行 我支持你 不行啊 随不了一点 东哥 我这优北了 爱情三十六季 看吗 第一季美男季 咱们东北的游戏是啥 人的情不深 太好 一个好的身体 就是一个男人 最好的 投下 tech 第二季 投起所好 嫂子喜欢啥 我们就做啥 只要付出真心 嫂子一定会被打动 尝尝 提神 这什么呀 中药吗 这是咖啡 你不是爱喝吗 你确实用心了 但是这东西太贵了 你以后就别破费了啊 还是这个味道正 紧动的傻小子 这么说我打气的 有些东西还是要天赋的 东哥 不要起来 再来 算了 一点用都没有 东哥 你信我一算 这么爱情密集 没有一个女人会抗拒 怎么了 明天晚上你早点回家 我有点事要跟你说 有什么事不能现在说 这小子 最近怎么神经兮兮兮的 我 你怎么来了 海外电影节要求我去做嘉宾 我要让两只小子 和我一起出国吧 这可是全世界最知名的电影节 要是我们的品牌 能在电影别上出现 那岂不是一炮而红 真有你的 小天宇 太争气了 这次是 去聊聊 好 好 你看见了吗 金得得 彤下他 都是个水性 烟化的人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啊 是契约结婚 你和他 是没有感情的 少管先生 同乡他只认钱 他仗着你 在城里为非作大 你看 他现在还要跟着 其他男人出国去 如果你这一次 再不看清楚他的话 那你就是个傻子 他这么做 是不是还在怪我 一开始没有对他坦诚 对 坦诚 我光顾着搞这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还没有亲口对他说过 下面看这些 完了 进冬 我们的品牌 马上就要走出国门 走向情事件了 他还是决定 和烧天宇出国吗 恭喜你 离梦想不尽力 这 这是你不知道 我有话要跟你说 咱俩谁跟谁啊 这有什么话 直接说吧 何必 童夏 我喜欢你 我不想跟你做合约夫妻 我对你也是真心的 从今以后 我对你一定坦诚相待 你绝不隐瞒 这么多 都是你的 以后我的财产都给你保管 随你数值 你 你真的好可爱啊 你怎么这么乖啊 所以 你能不跟烧天宇出国了吗 谁说我要出国了 我跟你说个秘密吧 金东 我确实不是童夏 在你面前的我 是一个来自未来世界 32岁的女人 大了你整整七岁 你得叫我姐姐 即便是这样 你也能接受吗 想我留下吗 只要是你 我什么都可以 所以 可以吗 谢谢 喝短片 什么情况 睡醒了 可以吗 谢谢 你 不会睡醒之后 就不认账了吧 老天爷 童夏 你是不是疯了 你竟然睡了一看 整整比你小七岁的男人 昨天晚上 你发酒工 难都难不住 最后还吐了我一身 你不会回人照 我真的只是吐了吗 不然呢 还能干啥 你睡得更烂的一样 还有 我近东 我不喝那种趁人之味的事 那我有没有什么 怪话 有什么事 说不能听的吧 哎 那能懂 吓了 就是 哎 嫂子 哎 嫂子 嫂子 你看 邵天宇啊 刚刚宣布 表演成排行将大使的身份 初期国际电影节 消息一出 电话都断锅了 真的 那现在销售额怎么样 这种这个数 三千单 三千单 真是个好消息 我告诉你东哥去 哎 好 哈哈哈哈三千单 听到咱们要发财了 哈哈哈 姐姐真棒 你刚刚叫我什么 姐姐 完了 我昨晚肯定没管住嘴 躲着我干什么呀 被抓包了 怕箭子的人啊 你又发什么神经 实在不行 你就去打狂犬疫苗吧 治治脑子 静哥哥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面目 他待会儿就会过来 跟你 婚 说得头头是道 难道 你晚上多蒙被窝偷听啊 我已经知道你们的秘密了 你们根本就不是真夫妻 是契约结婚 我们他到现在 他没有碰你吧 昨天晚上静哥哥亲眼看到你上了邵天宇的车 静哥哥的眼里 怎么能容得下你这么水性洋花的女人 原来你还惦记着静东啊 他本来就是我的 我才是他名媒正娶的妻子 是你不择手段抢走了他 既然你觉得你是静东的妻子 那为什么和周俊伟发生关系 我那什么都没有 我们是清白的 不过他上赶就要来 这次我都在聊的家 哦这样呀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刚才说什么 静哥哥马上就要离婚了 马上就尝尝夫人了 我孙子自然是清白的 大清走的谁在这造谣 静哥哥你不用顾及这个女人面子 我知道你们两个肯定吵架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你吵架了 我跟我媳妇灰衣美满 闻不到你这个妖精来智慧 可是你明明看到他上了邵天宇的车 我媳妇为床里谈生意 我心疼他还来不及了 他就是一个水心洋花的女人 外面的男人都是逢手作戏 只有我才是他的家 郡伟哎 郡伟你听我解释 郡伟 看看我 能解救我事业有成 再好好奖励你 按照这个去做就可以了 注意安全 你来了 又有新香芒芽 海外的限量香水 就当是我给你的离别礼物吧 明天我就要出国了 这一走恐怕很长时间 香奶奶的这款香水 在我们那个年代 可是稀缺到有价无市啊 厉害啊 你真不考虑和我出国吗 国外的机遇 可不是这里能比的 我决定了 留下来 既然如此 董总 祝你新的旅途 虔诚似锦 谢谢了 一路顺风 他的确很耀眼 对吧 我比你更早 见识过他的光芒 我知道 你们来自同一个时代 有一样的高度 见过同样的事情 我的思想 落后于你们几十年 这是我永远无法跨过的红共 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是我猜的 否则 我实在想到 为什么里面毫无交集的人 会如此一见无故 我看过电视台 你每次的采访 你跟他的思想 的确有一起中功之妙 在我们的时代 的确是鹤里鸡群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 但是那又怎样了 你和同下 不过是契约结婚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 喂 哪有你这样赖皮的 怎么样 老子不认你能耐我 告诉我 我近东 就是要跟你公平竞争 你都没有见过 外面的大千世界 就凭你这个 荣美入化场 那什么给我这么 你是很强大 但这是属于我的事 我才是这里的东道主 我会用你的一切 填平这种铜钩 让他吃甘情愿地 都在一起 媳妇你听我走 别动我在忙 媳妇 也好 正丑手边的新品 没人试用 来 给你试试 我 这是女人的东西 我 别动 真是好伟大的一张脸啊 以后新品 就不成没有代言人 还能省笔费用 真有这么好吗 姐可是金牌经纪人 你在质疑我的眼光 那邵天宇呢 他还是你品牌形象大使呢 你在吃醋 安心吧 他不会再来了 真的啊 嗯 那 他不来 你不会跟他走吧 不会啊 我以后会一直留下来 在这个年代 出国可是现在南方的机会 你确定不去 我确定 激动得比你再好 也只能和你搬好这个小小的日华厂 若你我年少 你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上一世的夏童 包装出了许多明星巨恶 自诩 可以掌握他们的心图和命运 可是我没有哪一天是开心的 可激动 他只是一个八年年的小土著啊 他能给你的知识有限 我知道 我很清楚 我不会放弃我的事业 而是 和他一起换个活法 喂 老大 你让海的 我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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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看了吗 滚 滚就滚 你刚看就糟了样子了吧 笑死我了 我就说了吧 咱们这方法肯定有用 你最近怎么了 老无尽大财的 跟你说话也信不在焉的 跟你说话也信不在焉的 没什么 是不是 童吉娜又和你吵架了 我前几天 听见有人在背后屈屈他 说他老这 闲着闲哪的 还老在家属院发脾气 对 挂了 不说谈了 俊伟 俊伟 你不要躲我 我想跟你聊聊 俊伟 俊伟 我是你的妻子 你要对我负责 你和我之间亲信满满 我为什么要对你负责 那我也是为自己 某一个更好的出路 没做错什么呀 我愿意对你负责 也想好好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可你呢 你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我 我本来就值得更好的 都是童家的女儿 凭什么童下 她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而我就只能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嫂子她努力把 我根本就不在乎她 我根本就不在乎她 俊伟 我只想跟你好好一起生活 我 我们把以前的事情都忘掉好不好 重新开始 你想怎样 我知道 你有永美日化厂车间的钥匙 这样 我们去把原料都给她毁了 你疯了 那可是马上要交付了东西 这扫子有全场的心血啊 不是的 俊伟 我联系到了柴米的竞争对手 他们说了 只要把这笔订单毁了 就给我们十万块 俊伟 十万块 拿下这个钱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 过上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还可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 俊伟 拿这十万块 我们就可以双宿双飞了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的话 你就答应我吧 俊伟 我 东哥 嫂子 不好了 李美姐使用了我们最新皮色的面霜 你还带出疹子了 什么 所以 从头到尾 你就没好好想要跟我过日子 就想利用我把东哥和嫂子毁掉 是 你看看你什么样子 就贫民 也配 你竟敢打我 我要把你脑子里的水给我扇出去 周敬伟这么爱你 你自私自利 你毁掉的不只是我 你毁掉的是整个场的生计 那又怎样 那是他自愿的 至于这个场子 跟我无关 我在意的 就是毁掉你 同心那你 嫂子 你放心 初后不会被影响的 可是李明已经撑了 明明看见你动手脚的 我 不是心甘情愿被你利用 那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你 想和你好好在一起过日子 那东哥和嫂子 也是我朋友啊 这批商品 是她把我已经逆选换来的 我怎么喜欢她瞎说 你竟敢骗我 实际上 隆眉 怎么了 团下 怎么办 我就涂了一点点 那我脸就成这样了 又痛又痒 怎么会这样 我突然都出分吧 你突然都出分了 我突然出分了 你突然很难 我突然到你的身边 我突然歧倒了 你看 我突然有没有 你突然很难 你突然会出分 這裡面被人缠了東西 馬上封鎖廠區前面排查 馬上就要交付了 那重新做來得及嗎 這種原料本來就很稀缺 我們最後一批商品 已經把原料都用完了 連發車間 只有幾個人有鑰匙 到底是誰幹的 東港 人抓到了 你放開我 你弄疼我了 廠長 我們剛剛撞到他們兩個 鬼鬼祟祟的往外溜出去 還找到這個 增仇劍 這種接觸人體 會導致皮膚過敏 嚴重就甚至會死亡 把我當你當兄弟 你怎麼這麼對我呢 你還拿我當兄弟嗎 你們都死定 安波報公安 都是這句話一個人做的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難道 你要把你最好的兄弟送進橘子裡嗎 你怎麼能這麼做 你還拿我當兄弟嗎 口下進洞你們都完了 我再也不用看著你們在我面前顯擺 周俊瑋你騙我 周俊瑋你騙我 我是當著你的面 在面上裡面夾了點東西 但也請立美姐陪我演了一場戲 好給你一個交代 這樣 我們就可以安心 拿著這筆錢援走高飛 我寧願背著 背叛東哥的罪名 欺騙別人 換取這筆你想要的錢 只要你願意好喝我過日子 我什麼都願意做 但是 你不知道 童夏 我沒有用那個面霜 是俊瑋拜託我那麼做的 對不起啊 東哥 是我對不起你 東哥 是我對不起你 是我辜負了對你的信任 你再給他一次機會吧 你抱緊吧 我 起來 看在今天這場事 是一個烏龍事件 就算了吧 但是 這個女人 我必須送進橘子 她三番兩次倒亂 現在還收錢拓壞 已經構成商業間諜罪 誰都不許給她求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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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了 張俊瑋你不用說句話呀 我是你的妻子 帶走 張俊瑋這個沒良心的 頭像 你不得好死 紅了 紅了紅了 紅了紅了 東哥 嫂子 徹底紅了 張俊瑋在電影節上 被那個面刷徹底紅了 而且啊 還好多賣上啊 都用那個 訂貨呢 這已經超過十萬的了 東哥 嫂子 恭喜啊 媳婦 你說你算不算 誰有成了呢 嗯 怎麼不算呢 那我們就去 慶功宴 慶功宴 啊 啊